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了Gunegog这个剧场 那其实这个剧场呢并不是很理想的一个表演的这个场所 那它本身就是那种我们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的这种建筑呢 其实就是表演团队本身也就是莫里埃他的这个旧的这个剧团 他们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那当初建这个剧场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本来是要给履历在这里呢 就是表演歌剧的 那么履历他自己也不喜欢 而且履历呢他既然有能力要把莫里埃的剧团 就是赶住他们原本的这个场地之后 他就干脆把它赶到这边来了 然后把人家的剧场拿来使用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673年到1680年的时候 莫里埃的剧场呢 他的跟这个Morays他们两个合并 那么合并了之后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剧场里面 那后来呢他们又跟另外就是Burgan的那个剧场呢 后期的时候那么也合并 但是即使合并其实他们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剧场 而且即使是说他们有这个国王的这个支持 但是我们知道国王他在娶了第二任棋子之后 第二任棋子是非常狂热的宗教分子 所以他慢慢的呢 就是一方面也年纪大 年纪大常常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就会想太多 是不是我过去坏事做太多啦什么的 然后就要开始要做好事啊 要做好人啊 要信上帝啊 就为什么要搬到凡尔赛宫 就跟剧场跟巴黎市区就有一段距离 好所以国王其实对于剧场还有剧团的这个支持 越来越少了之后 当然他们的这个营运的状况 虽然他们还是很受到大众的欢迎 但是他们的营运状况就很不稳定 好那我们看在剧场里面呢 他的这个格局基本上来讲呢 那么就他的这个变化就不是很大 就跟我们过去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舞台 舞台的这一些设备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过 建这个剧场的时候 他本来是为了履历的这个歌剧 所以他这个这些器械呢 这些设备都是要装镜片之用的 但是莫里安的戏 他没有什么太多要装镜片的地方 太多要用到布景设计 所以他们几乎进来的 他们这些东西都没有在使用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英文所谓的PIT PIT这个地方呢 他事实上就是我们在一楼观众席前半的那个部分 他并没有座位 但是在这个通常都是就是贵族里面 最下面一个阶层的贵族 那么他们其实规矩是很不好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只有男性观众会在这里 那么女性观众的话 他们是不会到这个范围来 因为到这个范围来是有点危险 OK 那么同样的舞台上面 还是保留了观众心 OK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剧场的营运不稳定的情况 当然就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法国 他的戏剧的黄金时代 也就走了下坡 OK 所以这个情况呢 大概在1690年的时候 就已经这个情势非常明显 那包括我们上个礼拜 就是快要结束的有讲到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Commedia Dearte的剧团呢 那么因为冒犯了国王的第二任妻子 所以就被赶出了这个法国 他们就不可以在那边继续演出了 那么代之而起的 就是四级剧团呢 他们又重新又重出江湖了 那就是这种作为小规模的 还有巡回的这个演出 好 那么当然国王开始赌信宗教了之后呢 那么在剧场里面的活动来讲呢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走向 就是宗教剧 以宗教为剧团 倒不是我们所谓的连环剧那样子的宗教 而是以圣经里面的故事为题材的 这种戏剧呢 这种剧本呢 然后又开始就是走红了 那么在这些剧本当中呢 Judice 这个剧本呢 那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 他跟我们过去有讲到的那个Sylvia 那个戏一样呢 他的这个所吸引到的观众 都是以贵族女性为主 那么这一出戏呢 也是很典型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手卷戏 就是说这些贵族女性呢 是戴着手帕 请自备手帕 然后一面看一面哭 那样子的戏嘛 OK 那么他们 真的一面看一面哭呢 那当然我们之前有讲到 观众席 就是观众席 其实连舞台上面都有设立的 当然不只是这个剧场 其他的这个剧场也是 基本上法国 从这个 Lacite 这出戏之后 他们就有 舞台上面的观众席 那么通常舞台上面的观众席 也是以贵族男性居多 但是遇到像Sylvia 或者是Judice 这样的戏呢 因为 喜欢来看戏的 都是女性 贵族女性 所以 也常常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位置 都有贵族女性 好 那有一个地方 贵族女性是绝对不会去的 就是一楼的那个观众席 Hotier 然后你就会看到呢 这些最下 贵族阶层当中 最下阶层 就做完 你们干嘛呢 上面在那边哭 然后观众那女性 那边手继 那边唱 好可怜 好可怜 然后他们就笑白痴 就是这样子的 一种情况 OK 好 那么Judice 这个故事呢 其实 即使是教徒 都觉得会比较陌生的 因为他并不是在 我们一般 教会 现在通行的 那个圣经里面 通常这个章节 Judice章节会拿掉 因为他比较惹人 争议的地方 是我们看一下 这是讲一个 犹太人 这个女孩子 Judice 然后呢 他色诱敌军 然后把对方的将领 给杀掉 那其实这个故事 是蛮写性的 所以我为什么 就是在圣经里面 圣经 就是一般 传教师 他很难去解释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真的很写性 很暴力的一个故事 而且他是用色诱 OK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我们所谓的 apocophone 他就是在圣经里面 其实他本来是圣经的一个章节 但是圣经 就是宗教人 是他已经把他踢出去 就是类似像一个别钻 一样的这个存在的身份 OK 好 那么剧场 一直这样合并过来 合并过去 然后剧团的 这个营运的状况呢 越来越不稳定 越来越不受到王室的支持呢 其实还反映出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路易斯是他本身 年轻的时候四处征战 那这些都要花钱 OK 当然他变成了 就是法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 他也建立起了法国 在整个欧洲的威望 可是呢 他的国库空虚的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他这也是一个他省钱之道 所以他就把成 就是这样子省了给下来 OK 所以从这个之后 我们就是所谓的法国 七聚黄金时期就结束了 然后接下去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不到真正所谓像莫莉耶 或像哈斯汀 他们这样子经典剧本的这个出现 而且反而都是把这个时期的剧本呢 一直拿出来重新炒重新炒作 有一段相当的这个时期 好 那么法国的文艺复兴到这边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西班牙的文艺复兴了 好 那么我们就是 大概就是知道一下 这边就是他的这个背景 那么基本上来讲 一直到15世纪 那么西班牙他基本上 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是一个就是四分五裂的这种状况 那再更早的话呢 他其实呢 曾经一度被所谓的穆斯兰教徒 也就是基督教 他们所谓的异教徒给占领的 OK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西班牙他有一些文艺复兴里面的一些特色 是你在其他的地方 在英国 在法国 在意大利看不到 就是他所谓的穆斯兰教徒的这个影响 还有穆斯兰他们的这种生活 意识形态的影响 很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再详细讲 好 虽然我们所谓的西班牙的文艺复兴 最主要的就是从1479年的时候 Aragon跟Castille 这两个王国的合并 就是女王跟国王的这个婚姻 Ferdinand跟Isabella 然后开始算起 就是我们所谓西班牙文艺复兴的开始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文艺复兴 那一开始就会是他的黄金时代 当然后面要慢慢的再去演变 那么所以到1492年的时候 除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葡萄牙之外 那基本上呢 大概就是已经统一起来了 在这个西班牙半岗上 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谓西班牙的版图 它就凝聚成一块了 好 那么这个哥伦布呢 在1492年的时候 他发现新大陆 其实哥伦布 他本来需要找什么东西呢 他本来是要去找印度 因为印度在当时就是 常传说当中的一个 像撒克里亚的地方 然后那个地上都是黄金 就是你随便捡就会发财 OK 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说 美国他们的就是土著 就是所谓的原住民 他们也叫做印度 因为本来哥伦布是要去找印度 就他到了这个地方 他没来过 想啊这就是印度 所以就叫他们就叫印度 后来才发觉说 这完全是两码子 是根本他是跑错的地方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他找到了美洲 其实一开始是大家非常失望的 因为并不是像当初想象的 就是那个黄金随地 碱随地有 可是当然美洲 他本身他有很多 他有很丰富的这种天然资源 后来还是发觉 其实这一块土地 是蛮有经济价值的 那么当然这个经济价值 对于西班牙 后期他们的这个建国呢 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有帮助的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 那查尔斯一世呢 在1519年的时候呢 那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 这个君王 那么接着呢 后面呢 到了菲利普二世 他的儿子的时候呢 那么他连葡萄牙都 纳到他自己的版图里面 那除了统一了 这个所谓的西班牙半岛之外 他还包括了 就是意大利的西西里 拿坡里 Napos 然后米兰 好这些地方 甚至于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就是三小国 好 就是所谓的Nederland 就是大家在 不是Po兰 那叫荷兰那边附近 就是部分的土地 也把它拿下来 还包括了北非的这个部分 那么成为呢 当时欧洲的 就是所谓的最强的 这个海权国家 OK 那么从就是 这个马德里 他的这个建都成为 这个 他的就是首都呢 其实是从菲利普二世的时候 迁都之后 那是在1561年的事情 所以我们真正的 西班牙黄金时代 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 讲的就是马德里 可是并不是说 马德里一直以来 都是他的首都 其实是从菲利普二世之后 然后才成为 那么我们所谓的黄金时代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 要在这个时候 才算开始 那么西班牙的 这个戏剧的黄金时代呢 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以量取胜 它不是以品质来取胜 所以这么 一个辉煌的 就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 结果你说 它有几部经典呢 人生如梦 杨泉村 第三个都很难找 杨泉村都已经排名 排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 OK 那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黄金时代 那他的黄金时代 跟就所谓的 他们成为就是独霸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呢 这个时间一直到 他整个就是优势呢 败在伊丽莎白仪式手上 这一段期间 就差不多是重叠的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戏里面 所探讨的主题呢 就是非常非常常见 几乎没有一个剧本 能够例外的 就是所谓的爱情 跟荣誉之间的冲突 所以像这个的话 我们在杨泉村里面 其实也看到 那么这么的强调 所谓的honor 荣誉这个东西呢 名誉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是 来自于所谓 穆斯兰教的这个文化 那么他们对于就是 不管男性跟女性的 这种生活思想的 这种约束 OK 好 那么穆斯兰教 基本上来讲 他们是没有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这种 剧场活动的 他们有的只有偶戏 就是没有人去扮演 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戏剧 因为呢 他们相信 就是所谓的阿拉真神 那么他是唯一有权利 去赋予生命的 所以你的任何一种 言行举止 只要有这种 赋予生命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 你就等于是跟阿拉呢 就是 算是跟他抢饭碗 那这对神来讲 是一件很大不敬的事情 所以他们并没有 所谓的剧场 那即使在这种 阿拉伯国家 就是所谓剧场的 这种星期 几乎都要到20世纪了 然后才非常零零星星 到现在 还是 他并不是一个 很受欢迎的一种 娱乐的这种表现方法 那么他们所有的呢 就是有很多的偶戏 像皮影戏 好 那么 这个就是另外会牵扯到 我刚才说到 就是说 西班牙他自己本身的地理位置 他的历史背景 所以会影响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宗教剧 在表演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东西 很类似我们现在的 花车游戏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就是用偶戏 然后很简单的机械操作 做一些 简单的这种小动作 那这种偶戏的这个成分 出现在这种就是 宗教剧里面也好 或是戏剧里面 剧场里面 这个是在别的欧洲地区 是看不到的 好 这个是他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特色 OK 好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 跟穆斯兰教徒 所谓的摩尔人 他们之间的冲突 所以对于西班牙 从建国以来讲了 那么所谓的基督教 这个宗教 他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宗教 他是很重要的凝聚 整个国家 他的共同意识 认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当这个 宗教剧 在欧洲其他地方 都被批评的很厉害 我们知道宗教剧 甚至到了17世纪 大概都已经快看不到了 这个教会本身 他禁掉 新教 他也觉得是说 应该要禁 因为我们不可以 摩拜偶像 那么宗教剧本身 就是耶稣 跟圣母玛利亚 然后就是由演员来演出 然后这个观众 就好像 就是在摩拜 这些人一样 这个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种 摩拜偶像的一种呈现 所以都已经几乎不见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西班牙 这样子的宗教剧 包括连环剧的 这种演出方式 它是一直到 18世纪 19世纪 都还看得到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其实他们很需要 这种宗教因素的表演形式 去凝聚他自己国民 的向心力 好 那我们看一下 1470年这个时候呢 西班牙跟意大利之间的 来往就很密切了 那我们所过的来往 在这段时间来往 很多都是打仗 那么所以到1473年的时候 印刷术也传入 这个西班牙 那这对于文艺复兴里面 知识的传播 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OK 好 那么 在16世纪初期的时候呢 那么耶稣会 他们负责了很多 就是 这个演出 那么尤其呢 从意大利 就是进口 意大利 像他的这个 宗教 还有他的 这个歌剧的 这些演出 但是他们针对的 都是贵族 所以他并不是 推行到一般大众 一般大众是看不到 这些表演的 OK 好 那么我们所谓的 这个黄金时期呢 就是从Cord de Ronde 好 他死了以后 好 那么 这个所谓的 黄金时期就过去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宗教剧的部分 好 宗教剧呢 那么在西班牙的宗教剧呢 你看有些书 它会翻成Corpus Christi呢 它翻成圣体剧 好 也就意思就是说 它基本上 它最主要的重点 是放在新约的这个故事 然后耶稣 他怎么样去传教 那么这些呢 宗教剧 好 它就是Otos Sacramentos 好 那我们经常就把它 简称为Otos Otos 它就是它不是什么 喜剧 什么悲剧 它反正是跟宗教剧 有关系的东西 它就是成为Otos 好 那么Otos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 取材 它的取材 其实几乎什么都取材 它不只是从 我们所谓的圣经取材而已 它也会从历史事件取材 它也会从时事上面去取材 OK 好 那如果是世俗剧的话 它用的是另外一个 它是Commedia 是另外一个 专用名字 那我们也讲过 Commedia 它指的不见得一定是喜剧 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世俗剧 它的取材也跟宗教剧一样很广 它不只是圣经可以取材 它不只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可以取材 历史事件可以取材 时事也可以取材 或者就是说一个现有的一个小故事 然后去改变 这个也是可以取材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在这些就是演出的团体当中 那么通常呢 它的就是当时现行的这个方式 就是说一个职业的剧团 然后它到了马德里 好 我说过马德里现在是首都了 从菲利普二世以后 把它立为首都 那么它到了马德里来了之后呢 那么他们就是要跟这个 马德里的这个教会 等于就是跟他付钱 然后租场地演出 OK 好 那么租场地不是付了钱 他就有场地就可以租 他必须呢就是要先把他 今年他的圣体剧要演的东西呢 然后取得 就是教会的同意 和他的内容没有问题 好 所以呢 他在这个所谓的复活节 差不多四月 然后到圣体剧正式要出笼 就差不多七八月这段时间呢 那么他们就可以就是演出 就是已经经过教会 然后他认可的这些戏码 不管是宗教剧也好 好 或者是说当然在Corpus Christi 他本来就是圣体剧的季节 好 他一定演的都是Otos 都是这个宗教剧 然后等到他在城市里面的 这个演出季节过去了之后呢 那么到了就是 八月以后九月 那他就可以在城 首都附近的城市 或者是小乡村呢 他就可以做巡回的演出 OK 但是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 你必须要先得到教会里面的统一 OK 那教会呢 收了这些租金了之后呢 他就是拿去做慈善事业 就是他为什么要收这些钱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宗教剧来讲 好 宗教剧通常呢 他们的表现方式呢 就是像中世纪 我们说过中世纪的联环剧有两种 一种是马车的表演 另外一种是定点的 好 就是我们所谓的mation 景屋的表演 那么基本上在 呃 西班牙呢 他们使用的都是马车 好的 这种表现方法 OK 好 那么他们的那个马车呢 就是chorus 好 好 那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说 不管是 comedia 或是 呃 这个 Otos 就是说 不管他是宗教剧 或者是宗教剧 他们其实取材的地方 都非常广 你看不出来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他并不是没有差别 你在看Otos 你很容易认错 他就是Otos 你去看comedia 你很 一眼就知道 他现在在演出的宗教剧 看什么东西呢 他的人物处理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下Cadiz 好 Cadiz是一个城池 就是一个城市 那么Cadiz 以这个作品来讲 它是一个历史事件 好 那么在1623年的时候呢 就是 呃 英国的查尔士仪式呢 那么他出兵攻打这个城 然后呢 他就是战败了 所以这西班牙人呢 他们把这个城呢 就是保住了 好 那其实很好 查尔士仪式呢 他本来还没有 成为国王的时候呢 那么 他本来是打算要娶 这个西班牙的公主 就这个 昏式梅坛成 就换他当了王啊 跑来 这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然后就打人家国家 就打输了 好 那么打输了之后 这一个战争呢 当然对 呃 这个西班牙人来讲 打印当然是一件 很光彩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件呢 就写成了剧本 然后在 呃 就是 大概只有一两个礼拜以后 就在舞台上面演出了 好 演出的时候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一出戏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的人物 都是历史人物 包括他的这个将领 就是我们回到上面这一章 他的将领 还有他的军师 这些都是历史人物 可是 没有人用他们的名秽 来称呼他们 他们在这一出戏里面 全部 都变成了 我们所谓的 oregurical figure 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所以这个将军 他变成了 是什么 宗教里面的这个 faith 就是 信仰 那么他的师爷呢 就变成了 就是 宗教里面呢 就是对教义的了解 所以他们都变成了象征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好 那么这一幅画很好玩的是呢 他虽然是纪念 Cadiz这个历史事件 可是这一幅画呢 绝对不是哪一个 不要命的画家 然后跑到那个城堡上面 去画下来的 这一幅画画的是 演出的状况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期 有很多的历史事件 好 记录历史事件的这一些 呃 绘画呢 其实他们所反映出来 全部都是舞台上表演的情形 而不是真正打仗的情形 好 另外一个你可以看 就是很 容易可以看得出来 谁会穿得这么 干干净净的去打仗 好 那也就算了 穿得干干净净的去打仗 打完仗回来 还是干干净净的 这就很稀奇了 OK 好 所以就是说 人物的命名 这个方面 他是Otos跟Comedians 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另外一个是Codiron的历史剧 Brandon 好 他就是一个世俗剧 所以在这个世俗剧里面 每一个人物就是以他 这个历史人物 他的名秽去命名了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 这些连环剧 宗教剧 他们演出的时候 那我们刚才讲过马车 好 所以马车 这两个 两端的这个马车 他们都 带有景物 好 所以就是 演员的换装进出场 就是从这两端 然后中间有一个 有的时候 他只是单纯的一个 所谓的platform 就是一个台子 好 然后跟其他 两辆马车的那个位置 差不多高 并起来 就是变成他的演出的 这个场地区域 OK 那有的时候 是第三辆马车 那当然是把 牵走了之后 把那个平台 那么拼起来 OK 那么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两端的马车 第三辆马车 是中间的平台 那么从Codiron 1647年 他开始就是 加入了这个 剧场了之后呢 那么马车的 他的这个之后 从三辆 就增加到四辆 意思就是 他们所需要 演出的场地 会越来越大 他的花费也越来越多 OK 好 那么在这个马车呢 就是两端的马车里面呢 好 那么像搭建这些 景屋的这些花费呢 其实是由 就是市政府 他们来负责的 好 可是演员身上 穿着的衣服 还有一些就是 手上把玩的 这些小道具呢 那就要由剧团 他们自己去负担 OK 那如果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中间的 好 这一块 好 演出的场地呢 他的这个 呃 专有名词呢 就是 Alt Hoc 好 这个字 OK 好 那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要演圣体剧 不是你今天一个剧团 要演就 就可以演的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要在演出前八天 到二十天 然后先要去 好 就是演给这个教会 好 给这个市政府看 然后确定没有问题 拿到了 就是这个 呃 许可 他们才可以演出 好 那么一直到 一七六五年的时候 那么这样子的 就是所谓连环剧 这一类型 在街上演出的 这些宗教剧 才被禁掉 那么禁掉的时候 倒不是因为 戏本身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就是木兼剧 因为他们在幻场的时候 那么为了要留住 观众会有一些木兼剧 是不需要经过审核的 因为他的演出 本来也就是很即兴 好 结果后来呢 木兼剧的演出 就越来越多 新三色 就很多人反而 觉得是说 其实来看戏 是那个新三色的 还比较精彩 所以就搞的 就是教会最后呢 就是把这个取消 是因为 就是木兼剧 所产生的问题 OK 好 可是即使取消了之后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西班牙呢 就是 他们常常法令 定一个东西 百姓不了你 会有这种死心 好 所以我们大家会看到 有很多官方规定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看到 剧场没有人理你 然后观众反正 他看得开心就好 像这样子的那种情绪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我刚才讲过 就很类似 我们现在那种电动划车 其实这几个是 就是表演那个 马车上面的 一个景 然后这些都是偶戏 然后他们会做一些 简单的动作 像敲鼓啦 或者是白手 像这种 那都是用机械 去操作 那这样子的 就是利用马车 然后演出的这种 宗教剧 这种超偶的这种方式 是其他的地方看不到 是西班牙 它本身很大的一个特色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早期的这个宗教剧 好 那么早期的宗教剧呢 有几个 就是目前有记录 可以看到 那一个是 Vincente的这个剧本 那么Vincente他的剧本 其实是 Vincente他的剧本呢 是为了葡萄牙的宫廷所做 因为他的赞助人呢 是葡萄牙的这个皇太后 OK 那他的戏呢 基本上来讲 他们都是属于独角戏 就是只有一个角色 然后 就是 如果有对话的话 其实是跟观众对话 那么 这一些呢 这一系列呢 他都是属于 就是牧羊人剧的 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他的主角人物通常都是一个 就是 放牧牛或者是羊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 很多呢 他的内容呢 就是利用这样子一个平民百姓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牧羊人 或者是 放牛的这样的一个人呢 然后去看待 就是教会 有时候甚至会讽刺教会的 这个 一些伪善的这种行为 OK 好 所以呢 他被称为呢 是葡萄牙的Protus 那么 也被葡萄牙人认为呢 是他们戏剧的 等于是一个主视野 OK 好 那么 他最出名的一个剧本呢 是Silver Cassandra 那么 这一个剧本很好玩的地方 他不是单纯的来自某一个 就是 取材呢 他不是单纯来自一个地方 他当然 有来自于 他既然叫Cassandra 一定会有来自于 希腊罗马神话的成分 可是他 里面讲的内容 最主要的 中心的那一条故事 是讲的是什么 是耶稣的诞生 OK 所以他所利用的是 Cassandra 我们知道 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 他是一个女先知 就还未发生的事情 他会看到 所以这个角色 在这一处戏里面 他就是预先知道的是说 耶稣会诞生 OK 好 那耶稣会怎么生 只是知道是说 这个救世主会诞生 然后不知道会怎么样生 所以他就认定他自己 就是将来未来的这个圣母 所以他就很瞧不起 就是来追求他的人 可是当然最后我们知道 是圣母玛利亚 才是这个 真命天女并不是他 所以 他真正圣灵还胎了之后 然后就是点醒了Cassandra 就是 他其实是错了 OK 好 那么这个是 Lincente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世俗剧 那么世俗剧的发展呢 是跟大学 它的兴起跟建立 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戏剧呢 在大学这样子的一个 环境跟场所里面呢 其实 他们只是用它来 作为教学之用 它是很好的语文教学 因为戏剧有很多 要对话的地方 OK 那当然也是很好的 人文 教育的一个 这个手法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早期 其实Callisto 跟Marieville 这一个作品呢 它虽然叫做Comedy 可是事实上 它比较接近的文体是 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说 而不是戏剧 虽然它对话很多 可是它也很厚一本 所以也很不容易 就是在短期之内 短时间 就是一个两个小时 然后把它给演完 但是呢 因为它的对话很多 而且它的戏剧性 本身 它所具有的这个戏剧性呢 所以这一个作品 后来有被改编成 就是成为正式的剧本 叫Celestina Celestina是这一出戏 不是它的女主角哦 Callisto跟Marieville 就是它男女主角 Celestina是谁呢 是一个就类似我们所谓的那种巫婆 OK 然后男主角喜欢上女主角 可是女主角呢 它已经呢 就是等于很像那个朱丽叶 就是家里面已经帮她另外安排了 所以她就很不 很不 就很不甘心 然后就去找了一个巫婆 就是Celestina 然后就跟她要那种爱情灵药 OK 那么 当然在Celestina 她身边就会有很多的女孩子 来自于下阶层社会 然后生活呢 也不是太过简点 那是另外一个 就是下阶层社会的故事 现在跑 好 那么我们回到故事主线 那后来呢 就是男女主角 当然他们就是在 父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就利用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偷情 结果后来男主角有一次呢 就是快要被抓到了 就是被女主角 所以她就从她家的那个高楼上 就是本来是为了要 就是要逃掉 所以她跳下 结果不死不死呢 就下面有一块大石头 就什么地方不好跳 就是跳过那个石头 你也就没事了 就她就跳 就刚好就砸在那个石头上 就死了 好 那死了之后呢 就当然女主角家里面 就通通跑出来 看她发生什么事情呢 结果女主角在上面就很伤心了 然后她就失去 就从上面跳下 两个月就死掉 好 然后Celestina 到后来人家发觉 是Celestina 就是这个爱情灵药 就是在那边搞鬼 所以他们就得把 Celestina就抓来问罪 OK 就基本上她的主线是这样子 OK 那么这一出戏呢 在当时 它其实一开始 它就并不是一个 公公整整的剧本 所以并没有演出过 OK 所以后来改成Celestina 其实那是后期 后来的事情了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西班牙 就是西班牙人 他们所认为 就是他们的宗教 这个戏剧呢 就是建立真正戏剧呢 是Eucena 这个 他本身也是一个演员 那么在1496年的呢 沙哈曾经发表 就是所谓的 Eclogs 就是对话 他也不是一个 就是公公整整 完整的一个剧本 就是所谓的对话 那么 四篇 像这样子 就是有所谓的一个 戏剧性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是他还不成立 就是还不到 就是所谓剧本的 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早期的 西班牙的 就是所谓的世俗剧呢 同样的 就是他们 所面对的观众 基本上都是贵族 好 要不然的话 就是学校里面的 这些 就是能够有机会 受教育的学生 这个本来YouTube有 后来大概有 版权的问题 被拿掉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Lope de Ruda 注意现在那个 叫Lope的人很多 那是蔡奇亚名 OK 所以有前后期两个 一个是Lope de Ruda 另外一个是Lope de Vega 就是写阳泉村的 是后者 OK 好 那么他是 在就是 1542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记录 他在塞尔维亚呢 就是演出 这个宗教剧 那么到1551年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记录 就是他 被遭到 就是国王 就是育权去演出 然后到52年 到58年 这一段期间呢 就几乎在首都 Valadolid 就是旧的首都呢 那么他们所演出的 圣体剧呢 那个权力 都是被他的剧团 给拿去的 就是说 那当然就是早期的 这个记录很少 我们大概知道 关于他的事情 就是演出的部分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那据说他自己本身呢 他除了演戏 那么他也会写剧本 他的剧本到这边 还是都不是 就是所谓完整的剧本 他写的东西呢 叫Puzzles Puzzles是什么呢 他基本上就是 短篇的闹剧 或者是像 类似像木坚剧 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正式的全版的 这样的剧本 那他的目的呢 也只是说 好 在幻场 幻景的时候 然后就是 呃 让观众不要觉得太无聊 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剧场 OK 好 那么他身为演员 他最擅长的角色呢 通常都是演白痴型的人物 那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好 那么他在1558年的时候 就曾经建议呢 就是在Baladorit 就是这个旧的首都呢 能够盖起一个 就是专业的剧场 一个大家可以 就是职业剧团 所拥有 可以就是固定演出的地方 因为 呃 这一段时期 我们看到早期呢 即使是西班牙文艺复兴已经开始 但他们真正 就是剧团 职业剧团 他们所要演出的 第一个他不会拥有场地 场地的拥有者 都是教会或者是市政府 他们自己不会有场地 OK 那么通常来讲 他们演出的地方 有很多 他并不是就是专门 就是专为了 他们演出 而建筑的东西 他们常常就是说 像要到旅馆啊 或者什么地方 去跟人家借一块 或者是医院 然后像类似 就是所谓中庭的 那样子的一个地方 来做演出 那观众除了 可以在中庭 就是除了搭景 舞台的部分 可以看戏之外 很多就是直接 就是在旁边 那个楼层的窗户 就是往外看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希望呢 旧都本身有 可是呢 一直到他死 他都没有看到 就是真正 是为这样子 职业的剧场 新建起来 OK 那么当然后来 就是这个 菲利普二世呢 就把首都 就迁到马德里了 好 我们看到的 这一张图是 他把首都 迁到马德里之后 他又回到旧都 就是每年会来 巡城 好 意思就是 告诉旧都的 就是我虽然把首都 迁走 可是我不是 不关心你们 就是并没有 冷落你们的 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知道 像这样子的 就是王室的人员 这种子的出巡 他其实在当时 也是一种 表演的 一个形态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下面是 世俗剧的部分 好 世俗剧里面 最受到 换一种形式呢 就是披风雨常见 capincel 那么披风雨常见 它所指的是 西班牙的贵族里面 最下面的一个阶层 那么他们平常的装扮 那第一个 他们是贵族 他们是剑客 所有所谓的剑项 所以他们一定都有配件 然后他们很喜欢 就穿那个披风 好 那么在这一类的 世俗剧里面呢 它有几个角色 几乎都是会出现的 当然就是一个 就是garland garland就是这个 贵族阶层里面 最小的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 小跟班 那么这个小跟班呢 通常呢 都是属于 就是比较搞笑的 这样类型的角色 叫glacioso 那么当然有男性的 就一定会有女主角 就是dama 那么有的时候会牵扯到 贵族当中 阶层稍微高一点的 但是这个 常常就是只是说 出现一下就不见的角色 那最主要的还是 下面的这四个 那么既然有女主角的角色 他通常身边也会有一个 陪伴他的 criada 就是等于是他的这个 丫鬟 类似像这样的角色 出现 那么他的主题 还是围绕在爱情 还有荣誉之间的那种争执 然后像 宗教 这个题材 偶尔那也会出现 好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的 就是同样的 从历史剧 出来的题材 那如果它是 就是从历史出来 取材的话 那么世俗剧跟 这个auto 宗教剧 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人物 他怎么去处理 人物命名的这个部分 人物的呈现 所以如果现在是世俗剧的话 那我们以cordiron 就是brenda 这个围成记来讲的话 他就是用原本人物 就是历史人物 他们的名讳 直接来明明 那么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世俗剧呢 他们的演出 其实他们不是单纯的 一个表演 或者是娱乐了 他其实你可以看出 他有很重要的政治 这个等于是打广告一样 就是他的政治的 这个效果 那如果是说 你身在当时 你是西班牙的贵族 如果你在外面打圣章 或什么话 真的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家赶快 就是雇一个巨作家 然后把你的封工 也写一写 然后在最短的期间 不要超过两个礼拜 最好 然后就赶快拔一个演出来 OK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你好了不起 OK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筹码 所以以后你要就是 升官要什么 就很多就要考这个东西 大家有没有记得 我那个封工尾业 OK 好 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 这是Brenda 围城记 同样的这个 也是表现出来的是 舞台的演出 而不是实际上战争的情形 OK 虽然这一幅画是纪念 Brenda 围城记 那个场战争 OK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 有稍微提到的 好 那么 在这个 你可以看到 世俗剧 为什么它要有 披风雨剑这样子的戏码呢 它是最流行 因为它的主角Garden呢 就是我们在 这个PIT 就是一楼 最靠近 舞台的 这一票观众 他们就是属于这个阶层 所以为了要讨好他们 他们就会变成舞台上面的主角 OK 可是 这没有保证 他们就会乖乖的在那边看戏 所以我们上次也有讲过 那么 他们常那个时候呢 就是枪支 刚刚开始流行 开始发明 可是没有保险感 所以他们如果看得不高兴 他觉得 你舞台上演我 虽然其实不是他 他很臭屁 可是呢 他觉得那个是演我 然后你没有把我演好 你就小心 他那个枪那么灰 有的时候就真的 那个 就会擦枪走火 OK 好 所以从1615年 就为了要请这些观众 拜托他们 看戏的时候 不要乱来 就增加了LOWR 就是 对观众 先提醒你 拜托你 就是在这段集 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奉承话 会讲说这些观众有多了不起 没有你们 没有我们 那些事 可是重点就是在于 不要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制造问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Lope Lope De Vega Lope呢 他可以说是在西班牙黄金时期里面 量产作家当中的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么据说他写的有多快 就是24小时以内 他就可以出彩一个完整的全版剧本 OK 所以Saventus呢 就是写唐吉柯德的作者呢 就曾经称他为就是这个写作的这种怪物 就是他像机器一样 批发就可以写 好 所以他有很多的作品呢 他不但是量产的速度很快 而且很多呢 其实是人家来 等于是订货 所以等于是说 你今天跟他订货 然后你明天 大概差不多时间 你就可以来取货了 OK 好 那么Lope他自己本身 他最擅长 他的剧本里面 不管他的剧本写好 写的不好 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评价 当然还有高高低低 好 不管是我们现在还听过的 没听过的 那么他的剧本里面呢 常常就是他的女性角色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女主角呢 描写的特别的突出跟强烟 好 那是他呢 就是他的剧本呢 他的戏呢 受到欢迎的很重要的这个原因 好 那他当然不能免除 因为他的剧本里面呢 最大的主题 通常还是就是 所谓的爱情 跟荣誉之间的 这个拉扯的关系 好 那么基本上 他的作品来讲 最主要的 还是以世俗剧为主 虽然他也写Auto 但是 他写的Auto 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数量来讲 相对之下少很多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在他的这个 角色人物的描写方面 我们刚才也有讲到 就是他对于女性角色的描写 特别是他的戏呢 就是卖座跟吸引人 很重要的地方 那据说他的这些女主角呢 那么其实有很多 就是只是名字换了 事实上是在他身边 曾经存在 因为Lope 非常非常的花心 OK 那他也曾经因为花心 然后呢 又不守他自己 因为他是属于 就是平民阶层 可是呢 他很不适向的 去娶了贵族的妇女 当老婆 然后这个 在当时来讲 就是跨越了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 不只是说 你家里面的人 会有意见 是根本就要抓了 去坐牢的 所以他因为 娶了贵族的太太 所以他去坐牢 然后被放逐 流放了八年 所以他在 就是逃难的这一段 就是不想被抓到这一段 带着他的太太到处跑 然后他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拼命写剧本 所以等到他被抓的时候 他太太被 就是送回 等于是所谓的娘家的时候 他交给他太太的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保证 他太太不用对他变心 可以就是乖乖的 继续等他八年了 就是他写了一碟的剧本 交给他 然后你没钱 你就是去卖剧本 OK 好 那么Lope呢 从此之后 他也没有学过 他其实有个贵族太太 其实他在流放八年里面 也到处前锋留在的 那么据说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女性的 女性的这个角色 为什么会写的 而且常常很多女性 会觉得是说 Lope写的女性角色 比女人还了解女人 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Lope的戏呢 他一直很难登得上 所谓的经典剧本 当然一个速度快 有很多小的细节 你就顾不到 然后再来包括Lope 他自己本身 他不喜欢 就是悲剧 他都很喜欢 就是写 不管怎么写 怎么样的故事 开头 他最后都喜欢 一个欢喜大结局 所以常常会牺牲掉 人物他个性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合理的 像这种的情况 那么这也是他 就是说 没有办法 他的剧作 也不太能够登得上 所谓经典剧作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他的 这一个缺陷呢 是他的后面 后期的Terser de Manila呢 就等于是Bangha呢 等于是 他的这个 刚好他们两个 是非常的极端 Terser de Manila 他写的剧本并不多 可是他是一个 非常重视细节 还有就是 人物描写的合理性 他非常重视 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他的在 剧场史上面 一个很大的重点呢 就是一个重要性 就是他是第一位 以堂皇 就是风流尖刻堂皇的 这个人物 这个西班牙的 传说的 民间传说的人物呢 为题材 然后写剧本的第一人 那么在他的剧本里面 当然堂皇还是一样 风流还是欠了很多的债 还是为了呢 要勾引别人的女儿 然后又跟爸爸打架 然后把爸爸杀掉的那一个 可是在他的剧本里面 重点倒不是说 堂皇他本身坏不坏 而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堂皇 其实就是说很多人 我们其实一般人 有的时候你想做坏事 但是我们基本上来想 想做坏事 跟有种做坏事 那个程度是不成正比的 可是呢 堂皇就是想做坏事 然后就是坚持到底 他坚持到什么程度呢 就最后那个石像 要把他拉下地狱的时候 一直叫他忏悔 他就死不忏悔 就死不忏悔 然后他就想读读看 就是到底上帝 还要不要我的灵魂 还是真的要把我的灵魂送下去 然后就在那边堵 就最后 就真的来不及 就被拖下去了 所以在这一个剧本里面 对于被堂皇所强暴过 或是被他骗到床上去的女孩子 基本上来讲 其实特首吉玛丽玛 并不会以这些事件来批评堂皇 他觉得就是说 如果根据教会圣经的解释来讲的话 就是说 魔鬼要能够骗你去做坏事 有一个大前提是什么 是你自己 心里面就是想做坏事 你才会被他勾得去做坏事 好 这个就很像就是我们讲那个吸血鬼的故事 吸血鬼要进你家门 第一个一定要你同意 你不同意 他进不了你家门的 OK 所以他觉得是说 这些女孩子会一个一个上 堂皇的当 然后会跟他偷情 好 这些事情他觉得都是这一些女孩子自己本身 他的心态上面就有问题 所以这个他并不认为是堂皇下地狱的一个 好 就是主要的这个原因 那么他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当时 我们知道在西班牙的贵族女性 然后在这一个社会里面 跟其他基督教社会很不一样 就是我们所强调的那个家族荣誉之下 好 他觉得很多西班牙尤其是贵族的女性 他所表现出来所谓的贞洁 那种贞洁恋女 他其实觉得这些都是假象 他只是做给人家看的 但是事实上他们自己私底下 好 根本是信誉高章的不得了 所以只要人家稍微勾他一下 他就会 就会上手 OK 好 所以他这里面的这个剧本呢 所以他所强调的是说 这些所谓的荣誉 尤其是家族的荣誉 在这些女性 尤其是贵族女性来讲 他表现得好像三针九裂 其实他的表现都好像是什么 他其实想要去犯罪 他其实这个充满罪恶的心 他所戴上的一个面具而已 OK 所以堂皇他下地狱 绝对不是因为这些女人 绝对不是因为他的风流在 他下地狱的原因是 他比其他的人类都敢做什么事情 文艺复兴 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他敢去挑战上帝 好 我们先稍微去